晚狂澜于祭岛 福大厦之江青 一带见宽中不悔 卫一思德人憔悴 莫然回首灯火栏山处 拜祭总统三点这一面 你说出来 我说这个三点 首先就是落实似乎已无益 因为这是你总统的承诺 美国来说 美国法治所谓是最长诚信的 最长的诚信 用契约的承诺来 你做一个大部的这个版图的 在这个G20会议上 这个好巴黎岛会议上 你在世界那里 你做出这个美国中的 做出这个这个 思乎一无益 你做思乎一无益的承诺 然后兑现 你不兑现的话 全世界都看得平 你把思习无益 将思习无益平下 对吧 对吧 听起源关系什么没有 所以 原来我们信不知其可 所以这个就为了美国 你拜祭总统 为了你这一切政府 你要说话要兑现 我们不是其他的 其他的都不说 台海危机啊 经济危机啊 这个是 这是美国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对吧 你首先你要兑现 你知道 中美 这个 是不应该是针对于中美关系来的 中美关系现在是影响世界 整个影响世界核局 对于 未来也影响了美国这个 切身利益的走向 这个冷战还是 这什么热战 还是什么 我们要制止这个 防止这个热战的话 那不 那个防止脱钩的话 那么手机问题 你要解开一个 去 这个know how 这个关键什么 就是兑现承诺 这个是 这个就像一个共识一样 你没有兑现承诺 你一切东西都拿不到 你取信 你没有 你再合作 你再什么 你再合作 再承诺 再违约 你说一道做一道 谁跟你合作呀 我们做生意就 这个是等于 你国家与国家之间 一定要保持一个诚信在那里面 把这个呢 就是 针对这个问题 这问题就带你 失信了 就针对问题呢 讲着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问题 就是四不一无一 我们现在抓别人都不错 你就把那个一定性能做好 未来的这个一定性能做 做好了 这个问题 整个这个中美关系就搞好了 还有问题就解决了 就不会打仗 那么就会 就会和平解决 你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问题就是台海危机 就会逼着你 从冷战走向热战 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 就会变成一个带人的宝贝 就和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 你知道牺牲一半也好 牺牲几百万也好 你让这些被将来可能牺牲了来 你把它们变成一种 人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武器 民主和共和的武器 你把它统计了 它就是他们这一个武器 将来如果在这个大陆这个 国家统计以后 他们就是实际上 我们说的用子弹这一句话 用那个反攻的 蒋介石的话 这些人是反攻大陆的 这个出击队 对吧 那么他就是 一个什么专制的一个 局务人 你从这个反面来讲 我们讲的 你不是说习近平是个专制吗 你专制需要反对才是专制吗 你就要靠谁来反对 你如果靠武器 战争来反对 你就要就像那个 俄罗斯的那个 普京的专制 你用乌克兰的战争 牺牲这么多人 你也没有把他的专制给打过来 你将用 俄罗斯都是从内部给你 对吧 那么你把这2300万台湾人 变成是中华民国内部的矛盾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人的力量是发挥的 人每一个人都是那个 那个原子弹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战斗豪蕾 你这样的话 你解决问题就把 把那个本来这些战场 那样的动作 你就变成了战场 变成了一个武器 把人作为 看成一个是武器 啊 是普京 你美国这个 民主而复合啊 人权啊 那个自由的这么 宣扬这么一个战斗的武器 这个就是转换一种观念 但是问题 台湾的问题是在哪里 台湾问题是在于 他自己不认识到自己 没有组成的地面 台湾的代表 从马英九 从马英九到蔡英文 没有主权的 这个 这个 没有人肯受的主权 所以 这个 这个 台湾那个总统啊 这个是个虚的 是自己给自己自封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台湾人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台湾老百姓不知道 以为这个 这个选举我们选举 这个民主国家选举 这个自己的这个总统 有权利器 自己选举 主权戴民 但是要用谁来授呢 这个主权是由联合国来授的 至少 至少美国要承认了 美国都不承认 你台湾那个自己当局 是代表非中华民国 非政府 非官方的代表 所以说 这不是自己打脸自己吗 自己在这个 自己那个 这个皇帝的新鸣一样 你自己没穿 没有衣服可穿 你还自己把自己标榜为 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可笑的就是 2024年的 这样的选举 你说这个可笑不可笑 这个像一个闹剧一样 自己就没有这个 自己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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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主权 还在那里自己把这个 啊 装作一个 就自己 这个制造我们的主权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了 针对这个问题 针对你的私密 无疑的问题 啊 这个找出什么事 解决问题的P 那后就是把那个台湾 就是台湾弄进一步 互乱反正 你让台湾 帮助台湾认识到 你站得高一点 你站在美国就比 啊 就是就比较接近 没 台湾人是听美国话的 你美国说 台湾现在没有主权定位 他就说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这个轻重了 否则呢 他他为自己的主权呢 那里 就是流血牺牲 啊 这个汉为真理 啊 都不怕 所以就不要去做 无畏的牺牲 与其 与其这样的牺牲呢 不如他 啊 学点 学点东西 啊 做点生意 这个 哇 刚才那个威力国 将来在这个 这个统密过程以后 你发挂你的民主思想 认识就好 你可以解决 你看 共产人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技术呢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军事矛盾 变成了 啊 思想意识的这个武器 就是 工心的武器 你让台湾人变成一个 每一个人变成一个 宣传民主 宣传自由 宣传法 把这种一个武器 一个工具 这种转换思维 令曲吸尽了 这是第一吧 第二个 针对目标 你针对这个 事故一无一 事故好戏联台 事故一无一 第二个是好戏联台 你针对这个呢 然后 选择途径 针对目标 选择途径 途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从台湾关系绑 告诉台湾 正确理解台湾关系绑 这就告诉台湾 理解台湾 台湾不是个 祖传国家 台湾没有 主权资格 免外谈判 没有 就是 主权问题不可以谈判 你只有把这个问题 确定了 他不能 没有适合 把那主权问题 那么好 没有适合 你像中国大陆来讲 他会用 用 拼凝 中国大陆没这个能力 要从分用军事力量 把那个 取得解放台湾的生命 你要从法律上来讲 他 大陆说服不了 才能感受到台湾关系统 只有美国这个 才能 有这次看不见的手 才能影响到 这个这个 你这次是不易无意 才能好戏连台 才能把这个问题 就如铃而铃而铃 这是美国的那个 know how 美国的作用 就看不见手的作用 而这个作用呢 中国大陆不说 中国大陆呢 说的是呢 中国问题有能力 有信心 能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 四十年为什么没解决 对 政策的错误 和平 他以为用 和平统一这个方法 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 主权的争议问题 台湾不强认 台湾认为他就是 是主人 他又认为是主权 你认为他没有主权 他认为他有主权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对立 这个就变成军事对立 他有军队啊 有军队就会发生战争啊 有军队就有军队的冲突啊 这个就是战争的来源 但是它是不 这个 大陆 因为执行联合国协议 它是合理合法的战争 而台湾用这个战争来夺取 分裂这个国家 分裂这个中华民国 它这个权利是非法的权利 就是战争有合法的战争 有非法的战争 台湾就是非法的战争 这个战争法来讲 你违反联合国协议 你要发动这个战争 你不管你是首方 要军方 要你这个都不合法 从法律上来讲 你是被动的 你不 你没有主权 你要去 要去遭这个主权 你要用 你政治上争取不到 你想用军事来争取 这个人说 台湾怎么能争取主权呢 因为台湾是两千三百万人民的主权 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主权 你要三万两千三百万的这个人民主权 要和大陆十四亿中国人去对话 就说过他们人民主权可以决定国家 国家主权 那你不是决定国家 因为组成国家已经决定了 那二十五万人承认 连东西人民共和政府 就是代表东西人民共和国的维俱和法 那你只能改善这个 你社会的 大家的认同 对国家的认同 对国家制度的认同 你比如说共产主义 跟社会主义的认同 消费事务制的认同 那你不认同它消费事务制 那你保留事务制 那么现在 这个可以的情况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了 那么就可能会发生转变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 世界上的 现在所有的国家 都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 这个标准 还好 现在这个公有制也好 私有制也好 完完全全 来说这个东西 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还没有到一个实践性 所以实践证明 共产主义的理论来讲 现在共产主义的 不强烈 不存在 因为 家庭 这个首席 这个国家制度 国家制度最大的 那么 家庭也是个资本主义 这个最小的单位 对吧 天下为家 天下为公 天下为国家 这个是 都是资本主义 这个呢 就行 政务主义呢 就是民工有制 有全民所有制 有民族 各个 集体所有制 还有个人 企业所有制 家庭所有制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针对 这个途径 找对策 你这个对策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就说的对策 你要想让台湾人接收 这个 无条件接收 人文国宪章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族 这个你接收吧 台湾没问题 大陆有问题 那是说服大陆的 对策的说服大陆的 大陆呢 就告诉大陆的 现在还是中华民族 这样呢 你要用事实来 实践来告诉 法律来告诉 这个是个 这个叫什么 法律保留原则 另外还有一个叫 同一性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 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叫同一性 因为非经 安理会的讨论 不能更改 这个 对策族的 这个 联合国的互联 这个限章 one chart chart 所以呢 你只有这样 用法治的 理性的东西 来说服 这就对策 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政权 中国政府的领导 说服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还有政治协商王位的王共铭 你要帮助他们 你 你要站在联合国的角度上看 就能看到他这个理论上的不完整 不完整 不完整就在西门上 台湾也是不完整 因为理论上不完整 对吧 不成熟 所以到横上 正式上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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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 一 什麼方法 另外就是 談判的方法 革命的方法 但是革命的方法 你這有個基礎 有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化是什麼 那個國憲章 275 決議 就真的一週三公報 連臺灣關係法 這個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美觀點 在任何對臺灣的定性問題 就定名指歌 這一句話就決定了臺灣的命令 這個名字叫中華民國 臺灣是非中華民國 非政府 非官方地區的一個治理當局 所以 臺灣在革命談判的過程當中 沒有 主權不可以談 它沒有權利談主權問題 你把這個問題 概念 定義 標準 弄清楚了 臺灣自然而在做 臺灣就收斂了 兩岸就不會打仗了 這個問題就可以用人民 中華民國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叫制定憲法 全國統一以後 制定憲法 你拜登呢 你這樣 你從這個角度上 你就為 你就公在當代 立在千秋 或者說說立在當代 公在千秋 你就是 你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治理的思念當中 你唯一的一件真正做成功的事 就是思無意無力 如果你做不成 你又說的這麼大話 又這麼年 這麼多年都在 斬著反來不去的說 這個思無意無力 你又沒有對線 這個問題就算是無能 不再說你拜登不能 說你 美國民主黨無能 說你美國這個政府無能 自己不懂規矩 自己說話不算錯 你就是在給美國民主黨丟臉 你也在給美國人民丟臉 給美國這個法治丟臉 給這個美國製造 製造聯合國工具的 羅斯福總統丟臉 給這個杜鲁門總統丟臉 所以這個所有的過去的 一系列的歷史上的人物都丟臉 因為你自己認識到這個問題的 這個原則性在哪裡 原則性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國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非中華民國 非政府 非官方的一個代表 簡單說 這個概念就這麼清楚 兩個人追究統一 就把那些事情給美國 這是美國的國家的概念 一個國家不允許分裂 一個國家的人民平常 不能搞在台湾意義上 搞在大陸上 如果人民一搞 就搞成烏克蘭和俄羅斯一樣 就搞成分 一分沒二 就等於一國兩制 就等於一分沒二 把中華民國分成兩個地區 這個地區之後 就會產生 就會生滅 不要兩年 一年半 一年半 兩年半 它就有地區 它就有自己的自領權 它可以把日本引進來 美國軍隊引進來 結果這個樣子 這個矛盾就充足了 就跟北歐東克一樣 烏克蘭就把這些 把這些支持台灣 這個民粹的 這個勢力引進來 這個戰狼就會 把全世界的 脫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 中國不能夠搞這個 一回兩制 但是這一點 中國意識不到 中國共產黨意識不到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還在牽涉的 我也沒辦法去說服中國 因為我是 我將在外 不優先 我們沒有辦法來說 也沒有辦法來 糾正它這個 消滅事務制 共產黨 共產主義 共產黨 雖然做消滅事務制 就槍耀其 這種 也沒辦法相談 因為我們在這裡 對這個問題 產生了質疑 反思 就是 感覺到這個東西 理論上 不完善 不知恰 改成 如果共產黨 改成共和 那就對了 共和的話 一個字 只差 共和 就是大家 這個 就是 全力分配 大家 這個矛盾 是人民內部矛盾 就不要把一個搞成 階級矛盾 把一個人民內部 變成階級 階級鬥爭 不斷的鬥爭 我們來鬥爭 去 革命來 革命來 你出發我 革命來 我出發你 這個就變成社會動盪的 我跟你 造反 又 馬克思徒又說 造反有理 階級鬥爭 這個東西 都是涉入不穩定的 一個因素 所以說 我剛才講的三步 一個是針對問題 確定目標 目標的一個 這個 插給 第二就是什麼 我就要把 四不一無一 落實到 落實了 講話 就講誠信 我針對這個 誠信 我的目標 選擇 逐境 逐境什麼 我落實的行動什麼 Action是什麼 Action就是 我 說過台灣 接收 聯合國 無條件接收 聯合國憲章 這原則 就是中華民國 無條件接收 27582學運 你不接收也沒辦法 你打不出來 27582學運 你打不出來 總權的 台灣 你爭論 你台東那種 你鬧到天 你越鬧 你就像你的國 角所一樣 你把你角列死 你如果不想死 你就把自己保存生命 你將來和大陸 在統一過程中 統一過程後 你用你的影響力 你用你的生產力 你用你的理論 去收入大陸 去搞民主 搞憲政 去修了修 找民主解放的道路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 途徑 然後找對象 對象 對象現在是 現行對象什麼 現在就是 挖干格為一國 你美國只要是 除了這一點 美中關係就變得好了 對 美國 中國就會給你 你需要錢就可以給你提供錢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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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還有一個 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說 美國的一個 一個學友 制造業 制造了流失空心化 缺什么补什么 跟中国去谈 我们一起来搞基础建设 大陆非常强项 它对基础建设非常有信心 不但愿意给你发展的莫大贷款 美国也帮助美国来建设道路 建设机场 建设设施 特别是一些制造点 传播干什么 这些都需要重新来拨拖 这个大陆是最强项 你这个强项联合一中是 美国的生产力就解放了 我们叫解放生产力 你把这个生产关系解放了 这个生产力 这个科学技术也解放了 大家就把这个 总共的第三代 如何用这个IT 人工智能 使用法治来监督 维持社会的稳定 那是美国的 既然使制造业 公布起来 就有了钱了 我在2016年 我给赵商区写了封信 希望赵商区和巴尔军国港 建立友好城市 那么暴征 马里兰的巴尔军国港 搞一个像深圳港一样 搞一个开发一个国际港 对吧 中国出钱 出人类 出纪念 对吧 一起搞一个 中美世界的一个交易专门港 然后建 这是2016年 我给赵商区 赵商区那个 当时他的 中美官员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而我当时不认识那个家庭 这个外甲工程 巴尔军国的市场 贝洛西 贝洛西是什么青人 我如果当时认识他 那我就可以跟他来 去谈这个事情 但是由于不认识 不了解 冒然 冒失这么一样 我只有 中国这个方面 如果照上去又沒有這個資源 或者資源 所以就接不上場 接不上郭 那麼我在哪一年 就在前年 我跟那個佛羅里達州的就當人家 三個世界談那個 就談那個南方 就像加勒比海開發區 搞一個中美合作的加勒比海的開發區 經濟開發區 這個是共和黨和南方的黨 把移民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生產移民的要求也不高 工資低一點也沒關係 然後就像蒙民工一樣 他還挺喜歡 然後把他們培養 進行一些製造業的加工 包括原來原始工業 傳統工業 把這個集中化 現代化 把流氏的那些製造業 在部分的製造 吃鞋啊 吃車 吃衣啊 什麼的 就拉回來 就至少來部分的 和相當一部分的滿足於美國 和這個美國周邊的國家 南美國加勒比地區這個需要 這個是獨行的 兼滿足嘛 然後再提包 這是我的建議啊 這是我所作所為 我為什麼說三大實踐出真知呢 為什麼不是在那裡 像那個政協主席王國民 因為王國民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但是空格 空格就像那個世界廳一樣 它是賣嘴皮子的 空格找理論家 而我們是實踐 我們就要搞特區 搞特區建設 就要搞這個家 但是不同國家 根據不同的地區呢 搞這個生產的 這個不叫三難易 就是要是產業回流 對這個優越強強聯合 我們就叫做優勢不保 產業集合 從資本重組 叫資本重組 叫做招商引資 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 這個就是我跟你提到 對策了 你知道我剛才談了一個目標 根據問題找目標 根據目標找途徑 根據途徑找賠償 這個問題 我就把這個問題簡單地談在這兒 我做了哪些工作 比如說我今天剛才上午就說了 2010年 我2007年來到美國 我做的第一件事 參加了馬里安大學 11月18號 11月18號呢 為什麼呢 全球華人 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 衝擊大會 和平統一 我在那個會場 談 八年了 我 我就 把我 作為臺灣人 一個代表 發言 我說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解決不了臺灣問題 第一 現在和平統一的定義 環境不存在 兩岸現在是解放戰爭狀態 內戰狀態 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解放 國共戰爭內戰狀態 現在還沒有停止 戰爭沒有停止 現在存在 現在對自己也好呢 圍帶國的團導人 就好 還有什麼 你沒有簽訂和平協議 那麼就是處於戰爭狀態 現在都是國家統一前 這兩個地區 另一點 連臺灣也認為是國家統一前 處於戰爭狀態 對峙戰爭狀態 對峙 現在就好了 在這麼多年以後 這個中線也撤銷了 現在 這麼大陸又發展起來了 更加那種 現在我們兩岸不是和平 以及統一的戰爭 是三位統一 但是又統一不了 因為 到了 臺灣認為 它有臺灣的中華民國的主權在臺灣 而中國中華人民共同 又不是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同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 你不承認你是中華民國 而這個 國際上 它又是一個中華民國 而中華民國的主權又給了你中華民國 人民共同去代表 這就是一個亂的 互相交錯 交錯 交錯 錯誤犯錯誤 錯上加錯的一個錯誤 陰差洋錯誤錯誤錯誤 所以是可以政委的 可以自洽的 就自我矛盾的 這製作爭論 本來是一個很清楚的 臺灣沒有主權的地位 臺灣沒有談判的資格 它主權的資格 那你大陸這麼一捆腳 你腳昏 就混成某一個資金 漫天破海的事情是過來了 所以這個問題呢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大陸 大陸沒有認識它 就心裡認識它 沒有在理性上認識解釋它 因為法治概念不清楚 臺灣問題呢 它是喘生明白做的無辱 臺灣沒有主權 它自己做的 我自己還有幾個主權 這個政教國 我有主權 我為什麼有主權 這就是主權嘛 中華民國主權 始終在臺灣呢 那麼這個介紹 就是自己給自己授權 這個法律上是不允許給自己 就法治的話 是不允許自己給自己授權的 權力來源於一個授權的單位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大會 不是你自封的 不是孫子山社會 不是你繼承的 因為你繼承的錢 已經被你剝奪了 被中國剝奪了 被中央人民政府剝奪了 你難道還需要一個解放戰爭 還需要派海戰役來 把你打下來嗎 不要到門一步嗎 你自己為什麼不能承認 這個法律的存在性呢 你不承認你將來就會 你不投降就滅亡 這個問題就成為一個變革觀點 我剛才說那個 拜登提出三個建議 第一個 新青年關機型 你必須落實 事不易無益 這個就是你的定海神針 定海神針 對吧 就是說在美中關係 是美中台關係當中的定海神針 事不易無益 第二個 好戲來講 這個工作不是大陸來做台灣的工作 而是 因為大陸做台灣的工作 無效 四十年來不效 不管是鄧小平也好 江澤民也好 習近平也好 孫子燒養 對台灣來講 兩天大概 等於是隔絮少養 我不理所 一般 就是人從蛇講 雞從貓講 對不對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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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講到一起去 因為 你 但是 台灣聽誰呢 聽日本的 聽美國的 美國日本的 要講到這些人 就 台灣沒有 這不是個主權國家 不存在 談判主權的地位 OK了 台灣知道的 他是老闆說話 主人說話 這個問題 他就是 心就定 定名子格 為什麼就要叫 你名字一確定 這個是什麼呢 就像 醋子一樣 你在大邊的話 大家都在去 因為他沒主 你名字一定了 這個是 美國的 這個是 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的 OK 這個問題 你就回到中國 他們 他們說 你怎麼樣 接受 那麼一定要去軍事化 台灣 你既然是中國人 你就不能有台軍了 你台軍就必須要 繳別 就要整邊了 你有的 有這個軍隊 就認為你現在還在 內戰狀態 你解放戰鬥狀態 你不交槍 那麼就會發生戰狀 就像烏克蘭一樣 就能發生戰狀態 你這個軍隊必須同一一樣 你因為軍隊不統一 就是主權不統一 所以鄧小平又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他允許他們的 台灣人保留軍隊 你保留軍隊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主權力分裂的嘛 就是主權當中的嘛 所以鄧小平的理論是不完整的 是可以正的 是吧 你再加上後來這麼多人 這麼多年的發展 就是只有鄧小平以來 鄧小平以來說的 這個叫搞得個人崇拜嘛 王滬寧一直 為什麼說王滬寧 是一個不黨不博 不軍不民呢 因為他就是搞得個人崇拜的 就僵化了 僵化了人中嘛 不能變了 這個這個 這也反了兩個凡事嘛 不能一搞微信主義 教條主義 啊 就是 維索維上 這就出來了 所以 阻礙了 這個中國的統一嘛 第一個人呢 有時候一個把一個錯誤的人 放在一個錯誤的崗位上 那麼將來就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這國家統一的最大的障礙 是王滬寧 現在目前來說 最大的障礙是王滬寧 因為王滬寧的犯法是 統一不了 他是個教條統一 心而善絕 所以我們的 一而在這兒 才能說呢 這個 努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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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如果 王滬寧那個理論 他不倒 這個 國民主力 這個 這個叫 就統一不了 他又站在政協這個位置 所以說這個問題是人的問題 人是把一個錯誤的人 放在一個錯誤的崗位上 他就是最大的障礙 第二個好戲 好戲聯台 就是 世故亦無異啊 然後是一個 一國兩制的重新認識啊 你現在台灣和大陸 一國兩制的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這樣 經歷不犯 或者 經歷不犯 或者 一個 互不利索 這就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根性 這次都誤黨 我誤軍 問民 這一個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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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胚胎 啊 一個癌症癌細胞 第三條 好 我希望拜登呢 就在下載之前呢 我們呢就是幫助這個台 這個 烏夏 烏夏 送你一程 為什麼送你一程呢 因為 中國和 美國之間最大的合作點 是教育 是培養 就是文化的交流 是文化的合作 這個組織 那個 這個 那個 借錢啊 更來得好一點 美國的文化 和中國的文化 各有 尖書 中國的歷史文化呀 還有 當然 那個 這個 中資百家的一些文化 所以這個 中國這個 文化 社會的成長 都很 有一定的幫助 美國的這種 那個 求心 求變 求自由 求人權 這個呢 也可以是咱們 互相的知道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它好辦呢 你不知道 你現在我到的這裏 我不知道這個 美國的社會這個 這個民主的程度 和共和的程度 不知道這個事 我怎麼能看得到 中國的一些 這麼一比較 就看到 中國有些 制度上的問題 就出來 這個 我是站在一個冷靜的思考 女性的思考 就找得到 來 如果 在中國 我是自己 發行過來 對 因為只有 挑釁 三界外 不在我心中 然後我才能 看 冷靜的看到這個問題 看到這個問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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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限制和發展是限制勢力 是可以的 它也是有市場淘汰 也有淘汰機制 但是你人為的擴大階級鬥爭 這個就是主要的生產率很快的 至少來講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的 階級鬥爭過分成 主要的生產率 就是中國生產率的辦法 就像朝鮮一樣 現在越南也在進行一個 所以我們就是講的就是這樣的 我就是一屆三雕 第一雕 就是金西洋關係人物 比較弱勢這個 市民之無異 第二雕 好氣善善 第三個 十年松露 百年松露 這個教育合作 教育合作選擇哪個點呢 拜登在四川是 四川那個美商是最多的地方 那麼那個那個 那麼原來羅家回到跑到 那個節力就是那個奧運會 奧運會 奧運會嘛 奧運會的節力賽 成都那個賽區 那個節力的那個 羅家回事在那跑了一棒 那麼最近 那個7月28號 這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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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成都要舉行了 現在正在搞這個節力 今天是7月8號 7月8號呢 那麼還有20天開幕 我希望拜登能夠把這個 這個集中式 腦筋集中式 去參加這個 奧運 這個 這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一個是 和世界上 未來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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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的主人 和青少年握手 見面 那麼 另外一個 在那裡呢 你就會碰見 你習近平要巧遇 然後呢 就是安排這個合理 你安排去成都大安會 一定 習近平一定歡迎你 你帶上 帶上郭林肯 帶上查理文 都可以去 那麼 大家一談合作 一談 一落實 似乎乎乎乎 我們一交流 開個小會 我怎麼樣的好戲連結 我怎麼樣 跟台灣 倒數台灣 限制台灣 台灣沒有主權 那種 那種 那你就好了 那這一切問題就好了 那馬上就 民間勿散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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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過後 有彩虹了 那彩虹就出現在 那個 那個 拜登的頭上 你拜登今年八十歲 你八十歲能做到這個 這叫當工委屆 另外還有一個不單純 你到成都之後 在成都那裡 跟四川大學 你的老平地地 郭香燕那裡 你建議說 中美聯合大學 你或者叫拜登聯合大學 都可以 這個你拜登 你在拜登 如果下了台之後 你不一定在哪國 不一定能夠跟你訴歸離 但是你在中國 可以跟你訴歸離 你拜登 中美聯合大學 那裡為什麼 美國最缺制是產業風源 製造風源 而在四川那個成都平原那裡 是飛機製造 氣氛機製造 空壓機 製造 還有合電站製造 都在那裡 中型機械的 水販跟水牙街 還有這個 都大型的 現代化的產業群 那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你美國有成千上萬人 每年來個十萬 二十萬 幾十萬在那裡去上學 在我們四川去學習 既學習了三國文化 又學習了 又了解中國的文情 還有又建立了社會關係 對美國未來的發展 未來社會的發展 有百利而無遺憾 培養了未來的美國的新型名產 新美國人 我覺得 1907年我跟布什總統建議 我要培養新美國人 不斷提高自己的 適應這個時代的綜合術 你在四川辦一所大學 就是培養美國人的適應這個時代發展 適應中國絕情的綜合術 他們將來他們十年後 二十年後 他們是最了解中國的人 他們到了美國 他最能適應這個中國的 中國和美國共同處理這個世界 我們叫T2 那麼也叫 我們就從0 從0 從0 從沒有 變成1 就是 從0 變成1 就是 把一個人 在不了解中國的人 他缺乏這個時代 一張空盤 變成了 就是 中國人非常了解 非常熟悉 那麼就變成了 這個問題叫 合作 0就是 0就是什麼 脫鉤 那麼 1就是合作 那麼在0和1之間 就有合作 有對抗 那麼就叫做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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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成功靠能力 大成功靠敵人 中美合作就是大成功做大朋友 我們要的拜登在八十歲的時候 我希望你有個大的和絕 你才能有大的境界 我到美國來是經過了三個境界 一個是獨想到的第一境界 那個是2007年 我一個人在馬來西亞大學裡 舍在巡邏 我說一國兩制和民主在台灣不適用 因為台灣不是香港這種殖民地 台灣是個軍事集團 台灣是個軍事集團 是個政治集團 是個政治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團 因為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分裂 所以你要把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給伊朗就拿過去 確實是拿過來的 但是他們不服 他看這不兩立 他就跟你在這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在你們國家認同的統一之前 統一不了 和平統一不了 你必須要有 一個是在 軍事的 你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你在水關上 在談判專業得不到 這個是我 在2007年 那個叫什麼 那個 CIS 那叫 格蘭伊 格蘭伊 格蘭伊就在場 格蘭伊在場 那個 還有你 全部的國裁辦的 那些中國國裁辦的人 都在場 你跟伊 葉東 葉 葉 葉什麼東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周書淮 還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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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郭靖遠 都在 所以他們都是給我在那裡 反潮流的一個見證 的 這個我就不說了 所以說 我說那個 就和平統一啊 國家進步 是三大實踐出爭執 不是你的 靠著你 不是習近平 靠著你的 系統化 理論化 空関的 馬克思列軍主義出來 馬克思列軍主義出來 將來是失敗的部分 蘇聯就是搞了馬克思 搞了這個 市場經濟 搞了一個 搞了一個 搞了一個計劃的東西 計劃一定是失敗的 我們是 有計劃的 這個市場經濟 我們都要把它叫做 社會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的貌子 我覺得 太大了 不適合 叫新民主義 貌 新民主義是什麼呢 我們說 民和主義 民心主義 民利主義 這個呢 另外一個節目 在哪兒講 新三民主義 統一中原 將來 一個統一後的公家 叫 中華新民共和國 這樣比較缺席一點 比 民主義 參與 這個 這個前面加的 新民兩次 對吧 更準確一些 你也可以叫 中華新民國 都有個新民兩次 對 我們將來 搞新民主義 不搞共產主義 一萬年也不搞共產主義 你也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你 我就覺得 有點叫 有點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 叫中華國民黨 所以 中國共產黨呢 如果加在統一 或者 中華人民共和黨 這個指標 或者叫 中華新民共和黨 這個就 比較 國家和政黨和統一 我再強調一點 人是不可靠的 美國 美國 有個 土變 就是 中國是不可靠的 你看拜登中國 是不可靠的 對吧 是 川普 Timothy 不可靠 特朗普 共產黨 這個 毛澤東不可靠 鄧小平也不可靠 就是 習近平也不可靠 習近平也不可靠 真的是 真有趣的 馬克思主義 也是有趣的 正是因為它不是個男人 不是個神明 所以在理論上是可以自洽的 是可以反正它有缺點 是有問題的 隨著缺乏實踐性 184014幾年 它的社會生產力 那就是它的缺乏版 我們現在過了200年 200年的社會生產力的結構 社會生產力的形態 完全不一樣 消滅社會制和不消滅社會制 這完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還有那個消滅社會制 搞那個階級的東西一樣 那就把誤黨誤國 誤軍誤民 所以習近平這個理論是不可靠的 雖然你是黨主席 講的是脫脫道是道 但是是經不住分析的 我對中美關係 跟中國內部的自我革命 因為我實在是太突厚了 我在行張小木之前 我認識到這個問題 就招溫到西科實力 我提出來 讓後來的人 去重新去分解 去重新去認識 因為我們經過這個階級鬥爭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被 所以我本來是好好的 是這個建設心中的 我們是小難民 從台湾這個 從二十八世界上 同樣回來 過來 希望能夠為國家做的事 結果我們做的事 做了十年以後 到農曼大革命 到這個什麼 到四清運動 我們成了特務的嫌疑了 而且成了最大的特務嫌疑了 因為確實我們有很多地方做不清 在國民黨軍隊裡邊做了很多 又學了很多 又找了很多技術 我們也把這些技術拿過來 給中國服務 給建設東北 建設東北的恢復成長 建設三線 後來又搞標準化 這些東西為人民服務了 為中國人民服務了 為中國統一 國家統一服務了 為解放台灣服務了 結果我們 好在我 我父母後來本來想寫一個人 人生回憶路 但她沒寫 那這個人民太無緣了 她就考慮 我們做個事情 就做個羅斯兵吧 所以讓我覺得 切勿制 叫勿實自重 切勿儲政 就千萬不要去參政 我一看 如果參政 那些黨內都太殘密 我適應不了 適應我到這個 到今天呢 這個家裡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天籃極樂 這個 派家也非常賢慧 女兒也非常孝順 而且培養了兩個 這個 烈農民族 對吧 這個 美國的結婚人 對吧 結婚人 因為 那個 這個 都很聰明 嗯 那個 大外 現在是 國家旗的 網足印度人 同時又在 那個 螞蟻南州的 第二大 第二 這個 排名第二的 這個 私立尋教 我這個 那個 小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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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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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畫的 那 小小的人 靈光的 嗯 嗯 從小 就 愛 做 這個 這個 很自利 就是 就是 成長的自己的 管理自己的 能力 很強 所以 美國還是成長的 成長的 社會的 一樣 所以 中國呢 想到整個地方 像美國學習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值得 中國也有很多地方 值得美國學習 所以呢 霍普 海納百川 有榮乃大 我 我 我今天 講的這個 因為 今天我終於 把這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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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問題呢 一件 三雕 四不一無一 為 鋼 四不一無一 為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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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這個 當作一個鋼 四不一無一 按照這個 美國就按照四不一無一 去 要求自己 要求台灣 無條件接受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二七八九 台灣沒有主權談判的地位 你把這個問題做了 這個事情 公在當代 利在全球 或者是 歷在當代 公在全球 你把這個 到2004年 你就把這個 全力啊 就像 就像那個 這個 就像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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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個 全球整個 我不當了 因為你 你把這個 屁股擦乾淨 你把這個 四不一無 這個電擊 你電擊石 電擊在 中美 關係 你太平洋上 這定海神針啊 四不一無一啊 我們把這個位置 把你 拜登說這個 什麼話 這一個 給你 例如封碑 叫四不一無一 啊 那麼就好 中美關係 有這個定 壓仓石 四不一無一 這個壓仓石呢 中美關係就穩定了 台灣問題就解放了 中國呢 中國呢 這麼人人 就是 就是我 你 不管你是 沙丁育也好 你是黏育也好 你是黏育也好 你們就 就在 人民的 人民的 是檢驗 人民的生活時間 是檢驗你 這個人 檢驗你的政策 政黨的政策 政黨是不可靠的 不論是共產黨 國民黨 民黨 民進黨 這個都是 都是有 有 就 都要經過 社會實踐的 人民的社會實踐的 決定 歷史 是公正 對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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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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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